刘修发财 说的是从前有家姓刘的哥俩 哥哥叫刘易 弟弟叫刘修 哥俩为人都忠厚老实 哥哥有家 弟弟光棍 嫂子可是个雕夫 他变着范儿的捉弄小叔子刘修 总想把他赶出去 或者置于死地 刘修呢 天生的一副憨劲 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 别的不闻不问 家里养了一只狗 别人都不喂 只有刘修 宁可自己不吃 也要把狗喂饱 这天过节 刘修的嫂子包了两样饺子 在白面饺子里下了毒药 想要死刘修 刘修从地里回来 家里的狗迎上来 咬住刘修的裤腿 怎么也不让他回家 刘修很纳闷 就蹲下来摸着他的脑门问 你要干什么 小狗眼里含着泪水 咬住他不放 刘修很奇怪 谁欺负你了 小狗摇头 你要到外面去玩吗 小狗又摇摇头 那咱们回家吃饭吧 我饿坏了 小狗望着刘修 突然开口说话了 刘修 我告诉你点事 刘修吓了一跳 只听小狗说 你嫂子包好了饺子 等你回去吃 他给你包了一碗白面饺子 在里面下上皮霜 要堵死你 刘修吓了一大跳 那怎么办 好吧 你不吃白面的 只吃桥面的就行了 到吃饭的时候 嫂子一反常态 给刘修端上一碗 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 亲热地说 你一天到晚的忙活 手累了 吃碗白面饺子吧 小狗在刘修的脚上 使劲咬了一口 提醒刘修注意 刘修眉路声色 对嫂子说 我今天不想吃白面饺子 想吃桥面的 说着端了碗桥面的 先喂了小狗 然后自己吃起来 吃完 又下地走了 嫂子一记没成 又想一记 她又把桥面的下了药 准备给刘修吃 晚上刘修回来 小狗又照样地 把嫂子下毒的事 告诉了她 让她吃白面饺子 千万别吃桥面的 刘修到家 嫂子把桥面饺子端给她 刘修呢 又告诉嫂子 中午吃了桥面饺子 肚子好疼 这回得吃白面的 就这样 嫂子又没害死刘修 两次没有得手 嫂子很气恼 心想 害不死她 不如让她分出去令过 第二天 嫂子对刘修说 傻子 咱们分家吧 刘修同意了 你都要什么东西 嫂子什么也不想给刘修 她又不好直说 只得问她 我要小狗 行 嫂子痛快地答应着 我还要一头牛 这 嫂子有些犹豫 但转念一想 反正两头牛平常也都是刘修放 给她一头 如果我们要用 跟她借也是现成的 就答应了 刘修一想 家里粮食也不多了 自己一个人还好对付 如果哥哥家不够吃 那小孩子怎么能行呢 她又告诉嫂子 别的什么都不要了 嫂子自然高兴 刘修自己支起一座小茅屋 还有黄牛和狗都住在这里 一天 小狗突然告诉刘修 因我跟你说了话 所以损了寿命 马上就要死了 你把老牛饲养好 好好过日子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你把我埋在 北山黄泥港那块大石头旁边 到八月十五中秋节 你去给我祭奠祭奠 你嫂子心肠坏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小狗说完话 就死了 刘修把他葬在 北山黄泥港的大石头旁 大哭一场 从此 刘修有空就来看狗的坟墓 这地方原来一棵树也没有 现在却长出一棵芭蕉树 刘修经常给树浇水 施肥 这棵树长得挺快 两个多月的功夫 就有一丈多高 转眼到了八月中秋 刘修特意做了很多好点心 好菜 用方盘端到狗坟来 一共五个方盘子 他把祭品摆好 自己跪在坟前大哭一场 然后烧纸祭奠 烧完纸 他把祭品全倒在石头旁 把方盘子放到树下 想着小狗对他的救命之恩 悲伤得很 又哭起来 忽然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 刘修擦擦眼泪一看 从芭蕉树上掉下来整整五方盘银子 刘修又给狗坟扣了一阵头 把银子端回家去 正巧被嫂子看见 嫂子问明原委 也回家做了些祭品 拿到狗坟上 装模作样 哭了起来 刚好没眼泪 一会儿瞅瞅盘 一会儿看看树 心里这个急呀 他哭一会儿 看一会儿 看一会儿 哭一会儿 时间一长 还真把眼泪哭出来了 眼泪来了 树上的东西也下来了 这听乒乒乓乓一阵响 他可乐坏了 急忙伸头来看 哪里是什么银子 原来是满盘的狗粪 他看着狗粪发呆 气满胸膛 一头栽死在芭蕉树下 想继续收听下一集的 那就点个关注吧